39年我搭台湾 我在我是浙江 我的主机是浙江 屏东市大连社区长臂拿着泛黄老照片 述说当年时代毕竟 日天他们彼此分享自己的故事 搭台湾我们是车腿来的 我们穿了军服来的 我们那个时候军中医疗方面 我学过狐狸方面的 我先生是军中的医官 我以为是到台湾来玩 屏东县好好妇女权益发展协会 与屏东市大连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一起来实录 幸福都在故事书成果发表 现场的老照片都收录在书中 是由越南新住民苏月音 透过文化部清盈合创体验计划的经费补助 到社区采集银法族的故事及老照片 并撰写文字出版故事书 展现新住民融入社区 与银法族共创的成果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也有带自己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 其实如果是放在那里 没有讲当下的感想 就当下是为什么拍这张照片 那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这样走入社区 然后跟大家问 就是这照片 那时候拍的时候 感想是什么 为什么要拍 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 皮农县议员李士斌 也协助出书计划 并引导长辈说出自己的故事 由长辈分享现已变成公园的旧宅老照 与大家见证屏洞的发展 这个照片是我家 但是后来都市计划 拆掉了 现在变成广东路了 整个都变成广东路 就是那个环保公园的那个地方 这个照片现在看不到 所以我就是说 一定要拿这个照片来 苏玉英说 加来台湾多年 这次他透过搜集故事的行动 对台湾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本书采集40位社区 因发长辈的故事 共印制500本 除送给社区长者 也送给平县33乡镇图书馆 及平东县社区发展协会 212个据点 借由故事书 让下一代了解 长者们的生活文化 同时也可以让他们的子孙看到 时代变迁中的文化脚印 评论新闻 张荣一流见中采访报道